hello大家好,我是Ann 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主题可能会比较奇怪 为什么我平时拍视频的时候 看起来那么光鲜亮丽 还要拍这种丑女翻身的主题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在生活中 都是会有低潮期,低谷期那种感觉的 就是你的心情吧 不是说什么其他的什么方面 就是你的心情会经历很低潮的时候 就像我最近真的是工作压力非常的大 所以我就觉得什么东西我都非常的不满意 就觉得自己过得不够精致 然后就觉得这不是我自己非常想要的一个生活和状态 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要拍这一个系列 借助这个系列的视频能够多促我自己 多促我自己去过得更加的精致 更加关注自己就是外表上的一些细节呀 然后让自己过得更加健康啊等等 就是这个系列其实涉及的方面会非常的多 那我也希望是可以借助这个系列的视频 去跟一些跟我一样心情非常down的这些姑娘们 一起去经历这种人生的心情的低谷期 振作起来然后迎接几个美好的生活 其实生活还是非常美好 为什么变成了一个鸡汤类的视频 I don't know 看到这个视频还是希望给大家传递快乐和正能量的 OK那么回到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主题是从头开始 这样看的话就觉得头发没什么异样啊 其实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就是在阳光下拍的照片 其实我头发是会有这样子很明显的一个分层嘛 就上面这个是长出来的黑色头发 然后下面是染过的 我个人是认为长出来一段的黑色头发是非常的不精致的表现 一些人妹子可能会觉得这没什么啊感觉还挺正常的 但是我自己就接受不了我自己这个样子 我就觉得如果是带大家去理发店染头发的话 就还好像没什么好看的就有点无聊 所以我今天决定是自己在家里染头发 就希望大家可以预算最低的去改造自己 这个牌子叫SYOSS 就是私孕 应该是这么叫的 然后这个是欧洲的超市买的 就是我妈带出来给我的 那用这个品牌其实也是我妈妈推荐给我 因为她自己是有白发的困扰 她是经常需要去补染的 据她经验来讲 这个牌子的染膏是她这么多年以来用下来 持色度 颜色维持得最久的一个品牌 也是她觉得对头发损伤比较少的一个品牌 然后我自己其实也用这个染膏认过好几次 我买的这个色号叫4-50 然后叫cool bronze 它应该是一个冷掉的棕色 经过这么多年啊染头发啊什么之类的 我就觉得自己的头发颜色是我最想要的 真的不想要在这种黄黄黄不拉肌 就是半截就很邋遢的样子了 在跟她染头发之前我要先把T恤换掉 这种不要的色的T恤 你可以就是拿那种比较大一点宽松一点的 就你老公啊或者男朋友之类的这种不要的T恤 也可以拿爸爸的T恤 尽量不要穿那种吊带的衣服 尽量能够把你自己的肩膀保护住 因为它那个染膏吊在肩膀上的话还是比较难系的 不要穿那种黑色什么吊带啊之类的不要穿 尽量是在卫生间里去搞这个事情 那我今天因为我家的卫生间真的非常的小 所以我就在卧室里给大家搞了 虽然也是非常的胆战心心 我非常怕我的D板被就是燃起来了 OK我们先看一下它里面的东西 它里面是会有这个 Anyway就这个一小瓶就垂花机之类吧 然后这个是染膏 然后它会有一个说明书和手套 这个是一个护把素 这个护把素是你染了之后去用的 那么就是先拿这个染膏跟催化剂之类的吧 然后就是把染膏挤进去 啊 sorry 你看这个染膏其实是白色的 我不跟你们玩了 我要自己把它认真的挤进去 盖上盖子摇一摇就可以 把这小口打开一点点 然后这样压住摇 因为它里面会有那种空气进去 就会比较好摇一点 我想我这样子差不多已经摇圆了 你看它颜色有一点点的变黑了 染头发的话是要看你选择的颜色是怎么样子的 但是如果说你是黑发 想染成浅棕色的话 记得不要贴近头皮就去刷 一定要留一点点的空隙 大概是这样子五公分左右 因为头皮的温度非常的高 颜色的变化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如果你一开始就放在头皮上面的话 它会让你头皮这个地方特别特别特别的浅 那样子的话就可能会有点突兀 那我今天因为是要染身嘛 就是要把这个颜色盖住 所以我就直接从下面开始染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往上面再一起刷一下 因为这不是一个教程 这只是一个分享的视频 所以大家不要不要judge me 因为有可能会失败谁知道呢 这个视频主要还是告诉大家就是头发要记得不染 也没什么其他的秘密 准备另外两个小工具 一个是头绳 然后还有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梳子 可以让我们开始吧 那我们是要从下面开始染的 也就是下层的这个地方先开始 所以我们先把上层的用这个皮绳扎一下 然后把它们分到两边 大概是什么位置 这个位置吧 就是我妈帮我染我觉得挺简单的 但是我自己染真的是第一次 下面暂时要省一点 因为到上面的时候我怕耐性不够 特别是长发的话就一定要准备两罐的 就我们这种中长发的话一罐试试看 短发的话是半罐就给我上我妈 然后这边 刚开始的时候不与没什么关系了 然后到后面我们还会统一再弄一次的 再往上扎一点 再弄两搓 不能够分特别清楚的话 头顶的把它分成两边 然后这边的头发再分成两边 你可以分到两到三次都是可以的 如果你可以找到别人帮你的话 这个还蛮简单的 但不要找那种手残的朋友之类的 就找妈妈什么比较贤惠的妈妈那种类型 应该就会很快 或者是这种手工课代表的同学 这也是我为什么没有找到男朋友帮忙的原因 因为它说不定是个手残了 你怕它没有全部都弄到的话 你就把它就是弄过那一堆 就再让它按摩一下 其实蛮简单的我觉得 最后一搓我们来分两搓吧 因为好像有点多 就是如果你想染得远一点的话 就尽量分得细一点 那么现在就是全部都好来按摩一下 完工 可以让它头发就这样披着 因为你这件衣服是不要的嘛 如果你觉得不方便的话也可以拿一个头绳 这样子 扎一个包 我这样扎起来会不会连带 OK 然后就是这样子 就有点像发膜的感觉 那我现在这里还有半瓶 这半瓶稍等一下 等它稍微吸收一下变差色之后 我们再把上面 就是头发跟这个部分一起 带一次就是连带的刷 因为我自己染的这个颜色是不常规的嘛 如果你是想染成棕色的话 刷头皮以外五厘米这些部分是等30分钟 那我现在是因为先刷下面这一部分 我打开先让它等15分钟 然后再把这个就是头皮这个位置再刷 对那样子的话相当于再等30分钟 but it's ok it's complicated 反正你就是拿到了那个 说明书的时候 你自己再稍微看清楚一些 因为每个人的状况情况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妈就是那种完全不按牌里出牌的 她就是染这个头发都是按自己心情的 她就不用啊不用这么等啊 然后她就说要长久一点要长久一点 就是她是那种完全靠她自己经验活下去的你知道吗 ok那么我们现在就先等咯 已经握了15分钟 重新再上一次色 你看就基本上已经可以了 那我们就是先来把发工上面的也上上去吃 然后上面也是一样 都成两粗 一看这里还是有一点黄的对吧 因为我们要对着镜子 就是看的不是很清楚 因为对外层是最重要的 我们至少要把表面弄得稍微的均匀一点 所以就擦多一点 那么下面的话就还好了 然后把这个打开 因为它这一拖有一点厚 因为我刚才头发没有中分 然后就是把它搞均匀 因为我觉得我需要去看一下镜子 那么大家就记得把它搞均匀就好了 所以我现在就去厕所把它弄均匀 然后像刚才一样扎起来 这次我大概会放30分钟 现在是过了大概30分钟的样子 我觉得我自己头发应该是almost ready 那我发根这个地方是没有刷的 因为我两个颜色很深 然后跟我的头发颜色是比较接近的 如果你是染那种淡色的 你就在最后的几分钟的时候去刷一下发根 那我现在就基本上完成了 我想说刷两遍应该也够了吧 那我现在就是要去洗头了 就是洗头就应该不用打开了 就是我妈妈告诉我 我先拿一点点的水去搓一下孔子的位置 然后搓开了之后呢 然后再去洗发尾 这样子的话就是比较容易洗 那我现在就洗头了 洗个头真的整个连妆都化了 那我现在是洗完那个染发膏之后 把它那个护发素插在头上 然后我现在把它在头上 让它待一个5到10分钟 这样子的话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头发 yes 哈喽欢迎回来 那么现在就是我完全染完之后的一个状态 那镜头里看可能是会偏深 就是一个纯细色这么一个颜色 但现实生活当中就算在室内 我还是可以看到它那种棕色调的 是一个非常偏冷调的一个棕色调 我还是非常满意这个结果 因为我自己也不算是特别 动手能力特别强的一个人 然后染到这个效果我还挺满意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家用染膏的操作难度 并不是特别的难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试试 我觉得这种家用染膏的话 跟去店里的区别就是很适合 你如果想要补色的 如果你想要一个全新的发色的话 我还是建议你去店里染 有一些比较有难度的颜色 我觉得在家里染的话还是不现实的 就是如果你很准确的想要某一个颜色的话 这种家用的染膏 据我的经验是不能够特别准确的给出 那像我这样子稍微补色补一下 或者是盖一盖偏黄的头发 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吧 今天总算也是卖出了第一步 接下去我还会好好管理自己的皮肤呀 然后各个细节 就是指甲呀 然后眼睫毛呀 然后生活习惯呀 这些方面我都会想办法记录下来给你们看 我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变得更加精致一点 然后也希望看这个视频的妹子 也可以跟我一起行动起来 也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也希望大家喜欢这个主题 我还是觉得这个主题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想要继续做下去 也希望这个主题能够帮助到一些 跟我有同样处境的妹子 就是 我们要变美 OK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就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关注弹幕等等 也不要忘记关注我的instagram和微博 还有我的淘宝店铺 大家是不是很奇怪 今天这个头发主题 为什么我没有打广告 anyway 对 最后打一个广告 我的店里是卖洗发水的 对 OK 我们下次再见咯 祝大家都有美美的一天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Anne 今天的视频是一个粉底液的实测 那么测的就是我之前买的 这一个苏库的粉霜 但是你看它的那个旧瑕利 真的非常的好 它整个的一个遮瑕利润 真的是非常的棒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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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